Adobe Illustration 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一套软体叫做Adobe Illustration 我们通常不念Illustration,我们都是念Illa 还有一种俗名,很难听,叫Iii 不想到各位有没有听过 连那个第二个字母他都以为是大写的I 了解吗? 好,很尴尬的地方是桃园以北都学Adobe Illustration 桃园以南七色都学ProJu 所以如果你到中部以南去学平面设计 全部都是在学ProJu 如果说你假设明年去成功大学 你很有可能不是要Illustration而是ProJu 那为什么今年要开这一套呢? 因为我很久很久大概三年没有开Illustration的课了 因为我就尽可能不再去聚焦电脑去教课 我要把这些时间省下来去做我的研究 可是我后来想一想不行啊 这再不教的话 那很多现状课程这一块美工就断了 所以我就跟我的指导教授讨论说 我们今年我已经有了Botoshop 是不是在开Illustration 还有InDesign 这些东西 应该是我们至少我们这个单位的 应该说职员应该会有需要 所以他就说 好吧我们今年就先开Illustration 看看效果 结果10天 好像10天还是12天就整个报名就爆满了 也许你们今天在课后的时候写一下问卷 你就写说你想要再学什么 三个小时教你吗?不太可能 我们今天只能着重在画图这件事 而画图这件事又很难学 所以我必须要教的两遍到三遍 你要先学会如何画图 他用的就是一个伟大数学家贝茲 透过贝茲曲线去画图 那画图是你要学会的第一件事 那我今天就尽可能的看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你们分享 那当然我就分享了两本书 一个是Adobe公司他自己旗下出的CS6 好是原文书 那现在已经到了CC 所以他旗下的那个他自己推出一个reference 就翻成中文版了 所以给各位参考一下有两本 一个是Adobe Illustrator CS6 它是英文版 如果你不喜欢看英文那就看看图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就去看一下CC CC这个版本里面全部都是中文 好是